日本河牛是全球公认的顶价牛肉品种 栗木县则是养殖黑毛河牛的指定地区之一 不过近期的极端高温严重影响了河牛的生长环境 高温导致河牛流产 幼崽死亡率也增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当地的养牛户采取了一系列的降温方法 确保河牛可以在凉爽的温度下成长 今年夏天 日本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 在7月下旬的热浪中 日本47个县中有39个县发布了重暑警告 其中 栗木县左野市的气温一度达到摄氏41度 创下日本今年最高纪录 作为养殖日本最顶级黑毛河牛的地区之一 当地的养牛户正在为抵御高温的问题发愁 因为高温导致养牛场内的河牛体温上升 进而导致流产和幼崽死亡事件发生 为此田村家族的养牛场采用了一系列方法来确保河牛在凉爽的空间下生存 如以使用传统电风扇散热效果过于缓慢 养牛户决定使用喷雾器 直接将水喷洒在牛身上 还在和牛颈部佩戴冷却器 不止省电 降温效果更好 原浪警官!". 石川宣企业如果将水洗水写或是煙台 因为水冰却有限快速用 材料以防止动力用 零串雨灰部和牛织的交流 有限大会兼顿僱以上的対策 排水冰却富三串的消防 枪水有限大会免与牛肉 尽管這些措施燒錢費時 但是養牛戶別無選擇 只能做出改變 確保和牛能健康成長 他們現在也開始擔心 明年的天氣可能會更熱 或許在養牛場內 安裝冷氣等空調設備 才是長遠之際 冷氣等通知 然後再用耳機 在養牛場內 空調設備 養生薩